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他很早就过联系了 对吧 本来我们这儿的规矩是谁请的谁赔 但是呢 马家辉非常兴奋 今天要跟王安逸对话 但是呢 打篮球 撞篮杆杆上 听说把上嘴球撞得 跟那个周星驰喜剧片里那个香肠一样 所以呢 徐老师顶上 不不 还是要 谢谢马家辉 是他们城市大学请他来做 是的 是的 他有一系列的讲座 这回要在香港住一个月 一个月 他本来是要求是两个月 但是我不能再留 因为家里还有事情 所以我就是剪掉一个月 这个王老师是不是真是写这个长篇小说的 对这个记忆啊 我觉得很精细啊 跟他相比 我就像个印度人 他一见面 他说十年前 就是2005年 他到过我们这个枪枪三人行 那个时候也是跟你吧 那个时候是到我们学校做 对 灵难 那个时候是一个学期 也是一个月 要两个月 这是两个月 但我中间回去了一次 哎呦 您现在还是做协副主席 中国做协副主席 上海做协主席 这都是虚名了 都是我们 我们都叫他王主席 开玩笑 王主席 您为什么愿意当这个做协副主席呢 不是愿意的事情 是是他们让我当的 我就当了 当了有什么好处呢 应该讲没有一点 不是说没有好处 其实是没有什么工作的 因为他们是在北京嘛 我们是在上海 我不是做会的 如果是做会的主席的话 他会有很多工作 那我们是远在上海的话 我想大家可能说的像是吧 也算一个荣誉吧 因为副主席他也是各方各面的分配 那上海大概就是你吧 上海还业新 还业新 我就不太了解这个组织的性质 你比如说您作为主席 要不要经常对某个作家谈谈话 思想指导一下 没有 这应该是书记做的事情 不是主席 中国做协除了主席之外 还有书记 当然了 当然了 那是一定的 你这话说的好像外国人一样吗 哪一个单位没有书记 书记大还是主席大 实际上 我在想是一样打吧 我也搞不太清楚 因为我们大学里的正式的官方文件 是这样说法的 大学是这样的 是在党的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当然咱们这个王老师最大的名声 或者他自己的本分还是作家 当然 这个主席是还用 他们做协过年前吃个饭 正好人在上海 对 有一次 许老师 别的人 还不是他 什么人说 子冬 那我们朋友都在 来吃个饭 给王主席打个听 王主席说 你来吃饭 好的 我先问问书记 我是那种特别不做足的人 他们也有一些 主席是比较敢于担当做足的 我就说特别不做足 吃个饭 要问书记 但是作家是很敏感的人 你觉得很敏感的人 要是在官场里 是不是会相当焦虑 我其实没有进入这官场 最初在上海作家协会做主席的时候 他们给我的条件就是 我可以不上班不开会 他们只是 可能是觉得我 你是个象征吧 对 你是属于 所以我是很操脱的 我对那些事情 我都不太搞得清楚 所以说 徐子冬要来吃饭的话 我得问我们书记同意不同意 这个副主席主要是被当做傀儡使用的 招牌 但是他很特别 一般的人做了作协主席 因为像北京 做协主席 他也是个部级单位 像上海 他也是局级单位 你做了作协主席 等于是局级干部 有车 有房 之如此类 他做了作协主席以后 他又到复旦去做教授 复旦中文系教授 这情况还是不同的 就是在中国 有很多很多省份 他都是有省的作家协会 市的作家协会 有一些地方 他的作家协会主席 是干部 是有行政的身份的 那么在上海 历来的传统 就是没有行政的身份的 包括巴京 包括徐宗玉 你们的徐老师 包括文汉 他有个传统 这个传统 主席就是没有行政的身份的 就不入官场的 这个传统是个文化传统 这个传统是从49年那时候 第一次文代会的时候就开始 就当时在建中华人民共和建国之前 成立的第一次文代会 当时呢 大部分的作家都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 比方说 毛顿吧 文化部长 郭沫若吧 副总理 叶胜桃 他是一个教书先生吧 教育部副部长 毛顿呢 文化部长 文化部长 老舍 老舍 北京文联主席 哦 所有除了沈从文造土 博物馆管理员以外 其他的作家社会地位都有一个官职 这个传统 上海一直保持到今天 那后来你看巴金 巴金坐上海 作协主席 巴金连工资都没有的 他工资都不拿的 巴金是无政府主义性 对对对 他不要任何工资的 对 结果呢 这还吊诡的是 他是作家里面地位最高 他全国政协副主席 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是另外一个系统了 就是在作家协会的系统里面 巴金就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 对 这真有意思 不一样的 就是那您就按照上海的这个传统 我不是传统就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主席 只不过有事得请示书记 是吧 除了系统都会来找我 其他人不会来找我的 对对对 那咱们作家的本分 还是聊聊作家 这个王爱义 这个老师 长恨哥 这个家喻户晓 改变成电影 电视剧 当然又出了天香 但是我怎么最近听您这个 好像对自己严格要求来着啊 就说这个长恨哥 他觉得写的也不是最好的 就是他自己这么说 而且有一个 我倒想请教一下你 就是人家问你这个 说为什么呢 他就说啊 他说就我啊 这个虚构的东西啊 我觉得我还是想象力不够 我还是给我熟悉的环境和生活 他是写这个旧上海 那不是他经历的 而且呢 你对上海有个看法 就是说上海历史太短了 这个上海在中国人的这个文化记忆里 是个很显赫的符号 你为什么会有对上海 觉得上海历史太短的这种 好像觉得上海没文化 其实上海的那个 你说显赫也不过就是近些年吧 我想基本上是以90年代为解写 之前的时候 在这90年之前 其实我很早就开始写上海题材的故事了 因为我生活在上海 我没有别的选择嘛 可是那时候我写上海 从来不引起注意 别人不会想到万一是一个写上海的人 那为什么到写长歌 而且在长歌发表 出版若干年以后才有人注意到呢 因为上海成为一个话题 上海突然之间成为话题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好像90年以后 有个旅游有关系 相当一个原因是因为香港回归 香港回归上海香港双城记 显示了一个就是对于就是怎么来说 就对于49年以前的民国历史的重新重视 就是老上30年代上海的重新刷新 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到王阿姨 那个你那个时候是在那条叫什么路啊 郑宁路 郑宁路 他家很小 那是很小一点 我跟他谈话 隔了一张大床 就他的大床 他没有专门的会客间 可是他那个 在床上会客间 床的那边 他老公就在外面吃饭 那个桌子 帮他去拷贝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他已经完成了长恨歌了 那你说的地方已经是坏地方 你说还不是那么小 还有更小的呢 你说那已经到定西路了 不是定西路 就是 是那个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 然后我还记得那个王阿姨很警惕的问我 王德威这个人是谁 他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他那个时候 王德威他们很热情的要介绍他的书 要把长恨歌推到台湾的整个平台出面 但他并不知道 我不太了解 是谁 他说是不是外国的李陀 我还记得 他说是不是 我说不一样 我说他跟李陀一样 对作品很敏感 但是王德威基本上是个学者 其实 最早是王德威注意 所以王阿姨自己非常清楚 他写上海其实一直在写 但到90年代 是因为各种原因 香港回归 上海 旧上海受重视 就是半殖民地的历史 被炒作 等等各方面 再加上 那个时候进入了后凳时代 后凳时代 江泽民时代 上海的浦东是重点开发区 也可能是有这个原因 各种各样的原因 上海重新成为一个焦点 那个长恨歌就在那个时候 大火 对应该讲 王德威是第一个注意到长恨歌的人 可是他的凭借 他凭借很高 他的凭借并没有使得长恨歌 能够有所传播 真正在大陆传播 还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 2000年时候 因为得了一个毛洞 他能够得到东文学奖 也很诡异的 因为他实在太不适合 不合乎主旋律的整个标准 所以说 其实长恨歌在大陆 是过了好多年后才开始 你是觉得 他是得了矛盾奖以后才 在大陆 在大陆是 其实王德威在台湾 替我做的那些凭借 使我得到了当年的 中国时报的年度好书奖 反正得了一些这样的奖项 可是并没有在大陆 引起太大的反应 那个会我有在作写的 那个就矛盾文学奖的 这个讨论会 那个对我正好也在 当时我还很奇怪 我想因为长恨歌 已经红了好多年了 突然来了个矛盾 就国内就非常重视 上海作协就专门给他 开讨论会 但是王德威对他的评论 他未见的就同意 我记得他那个时候 评论是讲 长恨歌讲什么 就是讲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 怎么在49年以后活下去 就是这么一个评价 这个评价在海外 就非常引人注意了 就很多人就是 海外有很多张迷嘛 对很多张迷 而且这一派的文学 这一路的文学 朱天文后来就说嘛 说大陆的作家都是三国范 王一是红楼范 朱天兴 所以他就被认为是 张爱玲之后的海派的这个 因为王德威的题目就叫做 张爱玲后又一人 他的题目这么一出来的话 我觉得他其实对我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因为张爱玲你知道 在海外的那个影响力很强的 出来我能够冠冕于张爱玲之后 那是很高的荣誉了 其实我觉得我和他还不是一样 那你喜欢张爱玲吗 我应该讲是喜欢的 喜欢但是没有喜欢到张迷这个程度 所以你看我觉得有个有趣的地方 你看咱们一个老嘉宾 这个王蒙老师 王蒙他近 王蒙老师很有意思 他老是他说 你们都说张爱玲好 他说我也不是说有什么成见 但是为什么我就总看不出来呢 张爱玲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因为你知道五四的作家 五四的作家是对日常生活没有兴趣的 他觉得小明日常生活是要受他们启蒙的 他们都是批判的 那么张爱玲呢 他是一个对日常生活有一点关注的人 所以在他的小说里边 你既能看到日常生活 你又能看到五四的影响 五四的影响在哪里 五四的影响 他对人生的关怀 对对人事的关照 当然张爱玲自己未必承认 张爱玲他他他他喜欢说 他不喜欢五四 他特别想撇清他和五四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我就有兴趣请教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圆形广告之后见 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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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王老师 你刚才说了 说这个张爱玲小说里 有这种人间的人性的关怀 或者说是某种批判 你觉得跟五四的影响有关系 我觉得黄子平有句话 我觉得他说的很好 他说张爱玲和五四关系是很紧张的 我觉得他用紧张字字用的很对 因为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张爱玲就恰恰是绕过了五四 直接接续的中国旧小说的那一路传统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张爱玲的东西 和礼拜六派放在一起看呢 你一对比就会觉得有很大的差异 很不同 非常非常不同 那你指的这种人性的关怀 或者是在五四以前的这种小说里没有吗 我觉得五四 我们今天所写的小说 其实是更加继承的是五四的传统小说 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三言两派 那个红楼墓 当然我们是很想继承也继承不了 不是从张悔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的继承 我们更多说五四 是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底下小说 所以我们所写的小说 其实更接近于西方的小说的概念 那里面就包含了对人生和人世的关怀批判 对现实的批判 张爱玲其实这方面一点都不弱于鲁迅他们的 但是张爱玲我觉得她小说 为什么会比那一派小说更好看 那些小说其实是夏亚塔里的小说 你虽然说 他们写了农村的生活 村残 或者写了市民的生活 像鲁迅写丧事 写爱情 可是可是你知道和日和我们的日常的常态是距离很远的 他们是夏亚塔里的 是知识分子化的一个常态的生活的 而张爱玲的小说你看到是一个市井生活 很市井 可是他的市井生活又不是我们在鲁远蝴蝶派里面看到那样的一种生活 这一点跟你这一点跟你挺像 你也是关心这种小市民的这种市井生活的细节 针头线脑的一直写的都非常细 就是说我们都是对日常生活有关心的 可能是没什么大志向吧 或者说是像张爱玲 我觉得他其实本质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 所以他会很关心细节 关心物质 这些物质对他有一些救赎的作用 救赎的作用 他觉得当我拿着一个杯子 比如说我穿件好看的衣服 我吃一碗什么东西 我就觉得这个人性有点可以抓脑的东西 可以连可靠的东西 可是光这也不行 也不行 张爱玲他这样 他说眼前的东西是缓励的 但是你要想想后面是杯凉的 是没意思的 但是你想到杯凉了以后很多人就放弃了 他说正因为后面是杯凉的 所以你就抓住眼前这些小花小草 那些小杯子 小衣服 就好像说人生是无意义的 但是所以吃个冰激凌还是真好吃 对 对 就这个意思 窗外响着那个警车啊 凄厘声啊 狂风暴雨啊 可是眼前的那个小花啊 唱着这个惊艳惊艳的这些小曲 那还是让人留恋的 而且我发现您呢 确实是关心生计 这个我就想起另一个 每一个媒体啊 访问他 坦白说他也不愿意说 我就直接把你的回答都说了 每一个媒体访问他 都要问他对这个80后90后 什么韩韩郭敬明这些作家的这个看法 但是呢 哎 我要是老 我要是老作家 我肯定心里看不上 表面上还是鼓励他们 对吧 但是我就说 我注意到你有一次 谈到一点 你就一个就是说啊 说这些年轻的作家啊 他觉得跟他不是一个体系的 对吧 再有一点我很注意 我就说你这个人关心生计 他说在有些这个8090后 作家的这个小说里啊 写着非常华贵的生活 住着梦幻般的别墅 开着什么跑车 交着什么女朋友啊 他说但是唯有一点 他没有清楚的合理的解释和交代 他们的收入 谁哪里来的 收入来源 是吧 我说你是关心这个 不是 其实其实怎么说呢 我我可能不是一个世故的人吧 我不会讨好年轻人 我我当然知道世界将来是他们的 可是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我还是很很坚持的 但是我我还是有点转变吧 最近我有一个转变 我就发现 很可能就是在80年90 甚至于是90后的这些作家 他们会产生一个模式 他们好像开始走向类型小说 类型小说 我当然他我更多的希望看到的是在电影里边 最近我看了一些年轻人的电影 我我觉得年轻人的这些电影 真的是开始走向类型化 比方说 比方说 白日炼火 白日焰火 白日焰火 比方说 我我来已经还看了一个叫 烈日 烈日灼星 烈日灼星 这都是反应不错的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听起来名字挺荒唐 叫煎饼霞 煎饼霞 是是 跳房说十个亿呢 我跟你说 他们他们很会编故事 他们真的是比他们前辈的那些 比如说我们50后60后的这些 这些 我觉得他们很会编故事 并且我觉得就是在他们在这个类型里 他很会利用这个类型 他在这个类型里边 他其实并没有规避现实 他还是反映出来一个一个现实生活 他对现实的态度 对现实的批评 这些已经算有点文艺的了 这是比较文艺的 还有一个叫亲爱的是吧 亲爱的当然是一个一个成熟的成熟的导演 对 就是说这些东西 他其实还是个类型片 你能看出他那个模式 甚至有一些烈日灼星 很很像美国片过来 可是你知道他把这个模式弄过来以后 他里边没有规避他的现实 所以说我我倒是从这儿看出一些年轻的气象 很可能就是在我们之后会会产生真正的类型小说 你看你说这个类型小说 我还是学会这么一点概念 就过去我理解能不能说比如说某些经典 你像《红楼梦》这种 包括像《长狠歌》这种你感觉 都不能和《红楼梦》比的 就是说百科全书式的 它是综合的 好像是包罗万有的这么一部长篇大作 但是你看现在的这个类型 就好像是符合今天的分众市场 是不是 就是目标明确 我就满足需要一个一个类型 因为我们对类型小说不能给予它过高的评价 我觉得它是反映的是普遍性的价值观 它是比较普遍的一个伦理的道德的一个价值观 但是它的有些技术性的东西 它有些技术性的东西 我觉得它可以帮助我们调动写作的经验 我看了一个小说 这小说是这个作者非常陌生 叫江峰 但我后来我就在摆头上去查 好像它也是这个新概念的得主 当年的现在也是很年轻的好像 他写的这个题材是当年李昂也写过的 是上海的一个谋杀亲夫的案子 杀夫这种 李昂他也是从这个社会新闻里面 开始写他的杀夫的 那么他也在重新写这个小说 这个故事 但他的故事写的好看 很好看 写的很好看 但是你觉得文学价值高吗 就我们你们这个传统上 所认为的那种文学价值 现在还存在吗 我觉得文学价值是怎么说的 首先我觉得它有个基本价值 它是阅读的 它是阅读 它不是说一个直观的 它的形式肯定是阅读的 那么它要通过文字 那么它肯定需要语言的修养 还有包括文学一定的修养 这是我们对文学性的一个界定 当然我们有个更高的价值 就是说这个文学性是精英的 它肯定是知识分子的价值观 它要高出一般普遍性的 那我就看你怎么样子去界定它 那我在想一个民族 如果大家都在阅读 总是好事情吧 你说的类型小说 是不是就是说爱情小说 针判小说 科幻小说 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 对 就好像是电影的这种分类的 恐怖电影 对不对 它有清楚的模式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 针对一定的需求 一定的感情的需求 刘慈欣 这个三体 那也是 这也是类型 那是大的一个文类 它是文类 你看我就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 这个 他这个刘慈欣得了这个奖 我才开始看这个书 包括我身边很多 搞这个纯文学的朋友 都是这个书特别有名 买了之后 看不了两页都没看 因为我就注意到 所以咱们就谈这个所谓文学架势 因为我发现 我这些文学朋友 他们有某种对于文笔 或者文字的一种美感 或者说讲究 或者说洁癖 比如说刘慈欣的文字 相比比较平实 就比较平 对吧 文字还可以 我觉得他文字 还是可以把事情说清楚的 对了 就是这意思 但是呢 很多这个 一些搞文学的人呢 就觉得 哎呀 这个文笔 好像不是那么美好 或者说 这个性格形象啊 不是那么立体 然后呢 他就气质不看 但是我一看 我跟你的观点一样 就它是个类型小说 他文从自顺就可以了 你关心的是 他这个文字 传递出来的所思所想 传统的文学批评的角度 就是上来的第一章的文字呢 要不能说清楚 要说不清楚 他有个选页 我们才看下去了 像他的长恨歌第一段 不知道在讲什么 讲一个肉头 讲鸽子 从头到尾 不知道在讲什么 没个人的 好 我们就 好啊 接着我想看 文学价值高 看懂就算 你没水平 对 你是不是算什么 像七下广告 枪枪三年型广告 之后见 您接着说 刚才您想说什么 我就说 其实你如果去看 几本英国的 美国的类型小说 你很快就找到 打倒它的脉了 一向来肯定是 要发生一个事情 你不能脱太久的 一向来比如说 死一个人 或者失踪 一向来一定要发生事情 然后 但是解决的时候呢 你不能很快解决 然后你不断地 会派生自己 派生自己 但是在这种 派生自己里面 你会有对 现实生活的反应 发言描绘 你一定要把它 延荡到很后面 很后面 它有个类型 这个类型是很有效的 我觉得是一个 叙述上的效率 它很有作用的 因为我们中国是 其实中国也有类型小说的 但是不想他们那么 那么玩 玩熟 好像 这一代 您这一代的作家里边呢 有一个 我们觉得很适合 写这类小说的人 但后来没写出来 就马源 马源那个叙述的圈套 我们一直说 马源可以 他自己也说 他要写侦探小说 最后没写出来 最近到有一位 用这个方法写了 就苏同的黄雀记 苏同的黄雀记 就是用了一个 貌似类型小说的 一个侦探的情节 这是一个女的 被一个男的绑了 绑了以后 这个男的走掉了 另外一个男的 把他给强奸了 就这么一个故事 他把他一直拖 拖成一个长篇 还得了矛盾文学奖 活生生拖成一个长篇 我觉得它是 它不像传统的长篇 它就是一个 侦探戏的一个主线 当然加了很多隐喻 其他的人我们 这次是矛盾文学奖吧 还有那个叫梵花 梵花是我们上海的 上海得奖的 对你对梵花 这个小说怎么看 我觉得梵花 好像应该是 徐子冬老师 他们来评价 因为他应该把它放在 文学史里面评价 我个人是觉得 它有两个 两个地方是有意义的 一个就语言 因为我们现在 四十九年以后 都是普通话的 普通话的写作 其实我现在有的时候 看我们的话剧 舞台剧 听到演员用 那个普通话说话 我已经很烦了 因为普通话 它会慢慢形成一个格式 这个格式 其实是我觉得 它会抹杀很多丰富性的 没错 抹杀很多丰富性的 那么我觉得梵花 当然它做得很努力 很辛苦 不见得会有太好的效果 因为你无论怎么说 你还是用普通话 在阅读 但它做了很多努力 它至少在句子上面 风格上面 它不是普通话的系统的 我说这一点 还有一点 我觉得它写 事情生活的 整个立场 我觉得有点反启蒙 反启蒙 反启蒙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 中国的小说 中国的文学是在 我看来说是五四 然后到四九年 其实我们在这启蒙主义里面 已经走到了教条主义了 已经走到了一个 非常艺术性的化 它用一个颠覆的 它根本不跟你 不可以谈这些价值观 不谈精英的价值观 不谈知识分子 这在某种程度上 跟张艳林那条线 又有一定的衔接关系 有点衔接关系 就是写小市民 但是背后说小市民 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或者说也有一种 虚无的东西在里面 不完全是 它还不完全是 我觉得它好像 很